又圓又大又漂亮 看起來超級美味 現在可是台東鳳梨世家的盛產季 不過價格跟以往比起來 都沒讓果農滿意 因為今年不能賣到中國 價格大跌 甚至有民眾打電話給果農 說想用超低的價格買 還要宅配到北部 讓農民大探 這個價格連成本都不夠 鳳梨世家的產期相當集中 就在12月到3月 大概就是台灣人過年的時候 以往是過年 紅包但今年可不一樣 因為就有農民指出 民眾會看到價格大跌 提出以每台金30元價格購買 但是去年鳳梨世家產地價 平均每台金還有60到70元 如果是特級A果價格還會更高 但如果是B級以下 才會用每台金30到40元價格出售 所以絕對不可能用這個價格來賣 因此我們就把本來輸出到中國的量 大概13000公噸 這一些量 我們在5000公噸來作為國內的行銷 那另外5000公噸作為國際的行銷 還有另外3000公噸作為加工 向台灣民眾喊話多支持本地水果 未來除了行銷國際 也希望民眾能接力挺世家 只要在這個月25到26號 在全國100家超市參加好市嘉義活動 店內拍照打卡上傳社群媒體 就可以免費帶走一顆鳳梨世家 TVBS新聞正聲為例如台北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